二零二零夏季安球挑戰賽 週日來到最後一天的賽程 六戰五勝的玉龍 將分三勝三百的臺皮爭冠 恐龍大軍隊長南眸呂正如 經驗跟破壞力 價值就擺在那邊 連續的進球 穩定團隊在開賽節奏 李凱燕也加入學長 外圍開火行列 第一節玉龍十六比十一 戰得上風 綠山軍第一節的活力 比較沒有進入狀況 新同學李其為 聽到了總教練周俊三的擔憂 只是其他隊友卻沒有一起加入開火行列 台皮單節值得十分 還是有點疲軟 玉龍陣營呂介爾和周伯晨風味的組合 讓對方有點頭痛 半場結束還是玉龍領先 比分三十三比二十一 經過中場休息 下半場雙方換個籃框 玉龍繼續執行coach球的跑紅風格 急迫的快大旋風之後 從十幾分領先來到了二十大關 這拉抬氣勢這件事情 三分球絕對是不可或缺的武器 此行標課胡凱翔跟鋼鐵人周伯晨各來一顆 台皮的防守端有點酷齒施筆 而中華隊的強客周伯晨 這一戰表現精彩 耐心跟經驗的打法 讓台皮有點後不住 胡凱翔 呂介爾也把握表現的機會 進攻多點開花的玉龍 中場七十六比六十四 打敗因為傷兵 有點人手短缺的台皮 也拿下今年夏季挑戰賽的冠軍 追擊軍戰台英對上九泰科技 喇叭張博勝 鄰軍的紅色旋風 上半場建立四十七比三十一的優勢 靠的是拉快進攻節奏 以及更積極的籃板卡位 年輕全員的拼勁 更獲得了教練團的好評 蘇世軒十七分十二籃板 謝忠榮十四分十一籃板 兩人都是雙十演出 最終台英隊八十六比七十四 英球在季軍戰順利勝出 我愛秀黃人鴻鴻華軍 綜合報導 綜合報導